我剛剛有修過給各位看 就是說把這個地方 其實基本流程是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它這邊的成績 會重新用RAN的函數重跑 重跑之後的話呢 就會產生假的成績 然後再重新排序 排序之後再把我們要的部分 重新按照名次排列 重新排序嘛 1到5名就會在上面 然後把要的三欄的資料 學號總分名次 複製貼上過來 再重新排序按什麼 按那個學號排序嘛對不對 那這裡的話按一下確定之後有沒有 它就重新跑完資料過來之後 又重新按照學號排序 那因為呢聚集是連續執行 所以你如果說呢 仔細看你會感覺 它有一個停頓的感覺 那是因為它是逐行逐行的在執行 裡面的話呢可能有十行程式 那就十行程式執行完之後 那中間會有停頓的感覺 也就是因為它逐行逐行 那這邊的話有個清除 我們等一下要做的動作就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呢 這邊的這個流程大概知道一下 就是第一點就是把游標放在B4的儲存格 那為什麼要放儲存格 B4儲存格實際上就是國文成績的第一個位置 就是說你游標一定要先放在這裡 要先把游標放上去 因為你沒有放的那個動作 它不會錄進去 不會錄進去的話 那將來呢 游標可能你亂放 它將來就會亂跑 所以第一個動作一定要很重要 你第一個動作如果沒有做的話 這一個聚集將來會有問題 因為游標沒有放在那個位置上面 它就不知道要從哪邊做RAM的開始 那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 第二步就是清除成績 那其實這個清除成績的動作 應該往下 應該直接清除成績 這個動作其實有做沒做好像沒有關係 直接就是再加RAM的函數 重新產生成績就好了 然後呢 把選擇性貼上 貼上值 然後再按照名次排序 然後排序之後的話把它複製 再貼到那個我們的範圍裡面去 再按學號重新排序 你就把它錄下來 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跟各位簡單說明一下 那首先的話 你在錄製之前盡量先彩排過 那什麼彩排 你先不要急著什麼開發流行 直接想說 老師那就直接錄了吧 錄了之後就很容易錄錯 錄錯怎麼辦呢 那就重錄吧 那你最好是先把流程亂一 那我亂一次給各位看 順便錄一下 因為我已經大概亂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就直接錄製 那錄製的方法 其實就跟 用錄影機差不多啦 你開始錄的時候呢 什麼動作 你做任何動作 都會被錄進去 所以第一個呢 我錄製聚齊 那聚齊名稱的話 看要不要改 不改的話 這個Marco 1就可以了 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第一個步驟 我剛剛講過 游標先放在什麼 B4的儲存格 點一下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